不過國使館的人好像已經離開了 總之就由我把他接下來了 228檔案資料庫 我們感謝 早上有前來的國使館 和他們的檔案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我們先來看看 國使館他跟我說 檔案警局給他的這個東西 然後 對 就是很難看得懂 他們早上有提了 那我們在會後開始跟他問呢 有沒有辦法把你的檔案直接放出來 我們採行之前國家保障 或者是監察院之間的財產資料 做人工OCR OtakuCR的方式 把資料變出來 總之講了講了講了講 他們說 好 可以辨識可以辨識 但是他有一些問題他想討論 上來一點 第一個是 這個影像是檔案管理局給他們的 所以他不方便在這個地方 直接公開出來 勉強就是只有看到你剛剛上面看到的這兩張 結果他說是因為新聞有 所以放出來也沒有關係 第二個 他們其實不是很在意說 ROADATA有沒有出來 他們只希望如果能夠資料分好類 可能就可以給一些學者去研究 那當然他們說 如果能夠有很快很快的方式 把這些文字資料採出也是不錯啦 所以他想來聽聽看這邊大家社群的意見 那不管他 我們最重要的是我們想 我在跟他們討論的時候 一直有陸陸續的人來 我把這些問題大家整理了 第一個答案哪來的 國家發展會的檔案管理局 能不能公開 我說一般人 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去檔案管理局申請 申請以後 他們可能會先綠掉一些過資 就是個人資料 再把它公開出來給申請的人 好 過例是什麼呢 當然不是說 有關係又沒關係那種過例 是像這樣子 各位有看到一個白白的區塊嗎 這個地方是可能 當事人的身份證字號 他們覺得這些不太適合公開 但是姓名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例如這個 蘇銀花女年19歲 這種沒有問題 反正我們早上就說 好啦好啦你檔案拿出來 我們來電視看看吧 這是一個挑戰中研院網路 行不行的地方 喔 太好了可以 他們提供一篇還算清楚的 就是誠意向蔣介石請兵的電文 這樣 那秉持人工歐西亞的原理 好 就是竹字稿 這些竹字稿 其實沒有花我們太多時間 我們最多都在處理 怎麼把檔案給他拿出來 大概只花了十分鐘就打完了 最麻煩就是吊雜案 非常的痛苦 那 辨識完以後想說糟糕沒事了 然後剛剛快睡著 真的是不知道要做什麼 就好吧去檔案管理局看看好了 發現 檔案管理局其實有分開業 而且好像 資料驗證沒有做得很好 不用張好也可以進得去 不要說是我說的拜託 所以其實這個檔案應該是有 直播了啦 直播了 糟糕 下一頁下一頁 趕快簽掉 趕快簽掉 總之我們拿一些可以弄得出來的東西看看 我開了一個貢筆 我用HackMD 因為HackMD可以切左右邊 好 所以 這一份大概是六十幾張圖吧 因為時間不夠 我只抓了一份 那 應該是都可以公開的取得它 那如果後面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足以的把它補完了 那這一份資料 我看了一下 大約有八千九百的一份 是名字寫著228的 如果不是228可能還有更多 歡迎大家去國家檔案庫尋找這個寶藏 我們保障都在那裡了 不是你放的 不是我放的 保障都在那邊 跟我沒關係 這樣 那 感謝這個 X.COGOV Web 感謝你們 媽我上電視了 這次出現我持續炸口的陷阱